桃園市大龙岗成长协会 特别在桃園市议会开议期间 来到议会参访并且拜会议长邱玉社 除了为议长加油 他们也针对中立体育园区的进度提出疑问 表示明明上个月要动工 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下文 本来议据招标顺利的话 是三月份要动工 所以现在因为流标 所以稍微会迪累了一下 但是对整个一个 工程的进度没有影响 所以体验趋势已经定案了 地上屋也已经补偿完毕了 所以现在只是工程的招标 有受到一点担忽 议长回应体育园区工程因为流标而停滞 目前正在进行重新招标的作业 但建设期程不会受到影响 另外也有人提到 由于体育园区用地 暂时还不会施工 是否可以开放活动使用 让民众可以运动 所以如果乡亲欢迎 你可以来说 因为这个地方是要重围 是要重划 还没有进去施工的地方 它一定是迷迷迷迷迷 它的地形不会完整 真的也不适合让他们进去里面活动 那有发生任何那个意外的话 我们调研市政府是必须要负责任 因为现在乡亲是已经把土地人叫出来 我们就是要把它做好的时候 分配给这些持有人 这个要请他们多量解 中立体育园区牵涉到都市重划 学校签校以及道路拓宽等工程 虽然要上网重新招标 但议长也表示不会影响太多 但对于用地要暂时开放的要求 则回应有困难 因为攸关公安跟民众的安全 还请居民多多包涵 记者在维一投影报道